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小强,今天快船课场100比105富于雄鹿,卡瓦伊莱昂纳德和保罗乔治最后关头的拉胯表现直接导致了失利,本场比赛快船开局不利,但第三节凭借老将伊巴卡的爆发反超比分,中场前4分01秒,莱昂纳德跳投命中率后, 还以100-96握有4分领先,但在那之后,莱昂纳德和乔治包办了快船最后的9次出手,莱昂纳德4球,乔治5球,但无一命中,结果被对手打出一波9-0,输掉比赛。 在此期间,雄鹿所得的9分中,有7分来自自姆德,只有最后时刻,米德尔顿被犯规战术,纵上罚球线,拿到另外2分。 And,他走了他走了,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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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